哥伦基督教会是由一群有意仗的人 从十二年前开始 到今天仍然有很多的在当中建立这间教会 并且我们会继续吸引更多的在当中参与 因为哥伦是一间有意仗 并且有前瞻性的教会 We are a visionary church 很多人来哥伦的时候 很快第一个感觉就是 他很喜欢这里的教导 他很投入在这里的敬拜 有很多人很喜欢小组 很多家长很喜欢Karpos 很喜欢我们的儿童事工 也很多新朋友来的时候 他们很欣赏hospitality team 很欣赏connect team 很欣赏我们的parking team 一个很热情的款待给他们 不过如果你问我 我会觉得这些都未必可以代表到 哥伦最大的特征 这些只不过是别人对我们的第一个印象 对我来说哥伦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是一间有意仗具前瞻性的教会 We are a visionary church 我知道用这个字来形容教会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陌生 因为我们听过很多人用很多不同的字来形容教会 例如福音派教会 Evangelical church 灵恩的教会 Charismatic church 事命的教会 Missional church 多元文化的教会 Multi-ethnic church 超大型的教会 Mega church 很注重关系的教会 Relational church 我们听过人用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教会 不过就很少听到别人说Visionary church 究竟什么是Visionary church 今天早上我想将一个 一样我们这个群体很重视的质素 跟大家来分享 我会用一种的手法 就是耶稣在他的教导当中经常会采用的手法 耶稣经常都会借一些人在现实当中的例子 借用一些现实的人物 借用一些大家都很熟悉的场景 来到去解释一些关于天国的真理 帮助人到去明白神的国 所以今早早 我都会借用几个现实世界的故事 来到讲解一些关于天国 关于教会的道理 我打算介绍大家三个商界里面 我想都可以说是人所共识的领袖 帮我们去明白到底Visionary是怎么样 为什么选择这三个人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共通点 他们都有一个很卑微的开始 一个humble beginning 跟哥倫一样 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们 当他们去开公司的时候 他们其实只有个异仗 他们只有一腔的热成 有些要靠朋友借钱 有些要靠父母借钱 才能做得整盘生意 他们没有自己的工厂 他们没有自己的写字楼 也不会有社交媒体上 有很多的following 很多的跟随者 没有人听过他们的名字 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公司 但是就是靠他们很努力来去经营 无论形势有多艰难 或者当时的情况有多不利 别人或者觉得他们有多傻子都好 他们仍然持守着他们的异仗 最后成为了商界里面一个传奇人物 就像这位仁兄 1994年的时候 他离开了他自己理想的一份职业 他出去搞生意 1994年 是互联网刚刚起飞的年代 internet 每年以2300%的速度来增长 Jeff Bezos就是看到一个商机 商机就叫做网上购物 当时他写下了20样 他觉得可以在网上卖的东西 最后他选了一样 就是选买书 在1994年当年 这个是一个挺狠的主意 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认识 什么叫互联网更黄论 要在网上购物 但是Jeff Bezos 他就是觉得他怎么都想试一次 于是他辞了一份做得很好的工作 从德州老远银到西雅图 然后就在他的家里面 一个400尺的车房 开始了一盘生意 他叫这盘生意 叫做Amazon.com 24年之后 今天很多人如果没有互联网 他们会死的 大部分的人 要是他已经自己是一个Prime Member 或者他认识一个亲人 一个朋友是Prime Member 为什么?因为当他要买东西的时候 送货两天就来到了 现在上网什么都可以买 文具、玩具、电器、电脑、电视 三副鞋物、衣食住行 你数得出的 上面都可以买 Jeff Bezos成为了全球的首富 Amazon现在的估值是9千亿 9千亿是全球第二大的公司 今早早 我想给你看一个访问 Jeff Bezos在访问当中 他在讨论公司的盈利 他自己 他自己怎样看公司每一个季度的业绩 不如我给你看了先好吗? I ask everybody to And so like today I'm working on You know A quarter that is going to happen in 2020 Not next quarter Next quarter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is done already And it's probably been done For a couple of years And so If you start to think that way It changes How you spend your time How you plan Where you put your energy And Your ability to look around corners Get rich slowly schemes Are not big sellers On Infomercials You know It's And so That's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to Sort of steal yourself For discipline And teach Over time I want to say One thing Visionaries 不是只是看着 或者应付着 今天事情的状况是怎样 而是会前瞻今后事情的发展 他们甚至不是只是看着 两年三年的光景 他们是看着五年七年的光景 当其他人在赚钱 当他们很安于现状的时候 一个有异象 有软健的人 已经想到他怎样带领这家公司 怎样带领这个机构 进入五年之后 七年之后的世界 他在研究七年之后的市场 他在囚算七年之后的机会 试想像 一间这样的公司 会给别人多多少的先机 不过正如Jazz Bezos所说 这件事不是自然的 即是说一般人是不会想那么远 一般人是不会看那么远的 这种前瞻性的思维 是要刻意培养出来的 没有一个人之后早起床 他会想 我不知道五年之后 我会做什么呢 或者七年之后公司会怎样呢 或者十年之后教会会怎样呢 因为我们忙于今个主日 或者你聪明点的时候 你忙于下一个主日 平常人是在看今天事情是怎样 visionary是在看今后的事情 可以是怎样 他们在看五年之后 在看七年之后 甚至十年之后那么远 耶稣 当他去描述天国的时候 exactly就是这样 平常人不会想到天国 可以为人带来多大的改变 甚至多大的生命更新 因为好像很遥远那样 一般人只是忙于今日的生活 一般人只是选择安于现状 我们不会考虑天国 因为天国太遥远 所以耶稣用一个比喻 帮他们去明白 马太方第十三章第三十一节 他说天国像什么呢 好像一粒芥菜种 有人将它种在田里面 芥菜种是种子里面最小的一粒 但是当它长大的时候 它比所有蔬菜都要大 并且它要成为一棵大树 甚至天空的飞鸟 都会下来在它的枝头上搭窝 天空的飞鸟 都会下来在它的枝头上搭窝 你知道吗 大部分的人如果被我们自己选择的话 我们宁愿做天空的飞鸟 找树 找一棵大的树 找一棵阴良的树 找一棵最好的 有果子的树 当我们找到一棵树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那里搭窝 我们安顿下来 然后享受一个安全舒适的居所 大部分的人 看到树 就会想起安乐 不过有小部分的人 visionaries 当他们拿着一粒 很小的种子的时候 他们看着这棵种子的时候 会看到一棵大树 于是他们就去田里面 找到一个好的地方 种下这棵种子 然后他们会跟自己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位置 我可以种下这棵种子 然后我要每一天都来灌溉它 我要在这里来到施肥 我要好好照顾它 我要好好保护它 因为有一天 这棵种子 在这里会成为一棵大树 平常人只是看今天的事情是怎样 visionaries 会前瞻今后的事情可以是怎样 平常人 找到一棵大树 会见到一个很舒适的居所 visionaries 他找到一粒种子的时候 他会见到一棵大树 哥林基督教会2006年 是由五个家庭来到开始 我们最初开始的时候 聚会的那间屋 今天依然还在列治文 第一次聚会 是在2006年的6月7号 就是在这里来到去发生 2007年 我们第一次来到列治文中学 1月7号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们在这里来到开始聚会 我还记得 当我们第一次走进来 Richmond High 站在multipurpose room 我站在台上 我想象我对着这么多空的椅 讲到的时候 会是怎样的呢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没有会众 我们没有教堂 我们没有办公室 我们没有设备 我们没有货车 我们没有钱在银行 我们没有粮出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唯一有的 就是一个异象 我们想象 五年之后 七年之后 十年之后 这里会成为一间 怎样的教会 我找回当时 我们写下了一些文件 一些的记录 我找回我们的original vision 当我们2005年的时候 我们走在一起祈祷 走在一起想的时候 我们想象当时 我们想象这间教会会是怎样的 第一 我们的教导是忠于圣经 切合时代 第二 当人走进来 这里敬拜的时候 他会透过这个敬拜 经历到上帝 第三 我们鼓励弟兄姊妹 你要参加小组 你要参加小组 因为你唯有在那里 才会学到彼此伤害 第四 不只是大人 甚至小朋友 都应该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第五 最有效的传福音方法 就是每一个人 都过着一个有感染力的生活 第六 这间教会 不只是想觉得自己很舒服 自己很享受教会的生活 每个礼拜有朋友就开心 而是我们想成为一间 祝福这个社区的教会 第七 教目团队以仪仗 来带领教会 不停地不停地分享仪仗 这个是我们很重要 很重视的一件事 2005年 2006年的时候 上帝给了一粒种子我们 一粒很小很小的介菜种 一个idea 一份passion 于是我们栽种它 我们囂观它 我们保护它 我们照顾它 平常人走过这里的时候 他会看到一间中学 但我们看到一个人生命改变的地方 平常人想象在这里会有很多挑战 但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机会 很多人最初听到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些冷嘲的热风 Cynical的声音 年轻人出来搞事 不知道他们搞了多久 所以我们就低下头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这样走下去 然后很慢 很慢 这样一粒的介菜种 成为一棵植物 这棵植物 变成一棵大树 你知道吗 来到这个主日 今天已经是第616个星期日 我们在这里聚会 神的荣耀 神的恩典 平常人只是应付今天事情的状况 但是visionaries却会前瞻 却会想象今后五年七年甚至十年 事情可以是怎样发生 因为哥伦是一间有异象 具前瞻性的教会 We are visionary church 如是者在这十二年里面 弟兄姊妹相计的来到加入 三十人变六十人 六十人变一百二十人 变二百四十人 三百六十人 四百二十人 五百人 甚至五百人以上 你们不单止加入 你们不单止来找到一个安乐 你们见到这个异象的时候 把这个异象变成你有份的异象 你开始投入侍奉 你会在这里奉献 你甚至会为这个异象摆上你自己 为了预备每个星期日这个敬拜 你会付出很多时间来去练习 music team每个星期日 就有两晚出来练歌 事工的领袖 week day 晚上会出来开会 我想让你看看这幅相 这幅相是我在两个星期之前 一个星期三的晚黑的十点十五分 弟兄姊妹练员 其中一班是弟兄姊妹练员 另外一班的Youth Ministry的弟兄姊妹 开完会之后 有些已经走了 这里都不是全部人 他们一起在KC 那里拍了这幅相 你看着这幅相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 你知道我最开心看到什么 就是他们面上的喜乐 还有西班 还有Tech班 还有VP班 你知道每个星期日 他们是8点45分 回到这里设置的 8点45分 在Richmond High这里 已经有人下货 已经有人在搬家 已经有人开始设置 还有很多弟兄姊妹 你们是会将你们 你们的收入的5个percent 8个percent 10个percent 甚至有些 我听过15个percent来奉献 哥伦有很多的visionaries 他们是我们的小组组长 他们是我们事工的领袖 他们是ex的leaders 他们是kapaus的teachers 是我们的facilitators 是不同的团队里面的servants 你们宁愿人家见到的 是你的制服的颜色 多过你需要别人认识 你叫什么名字 你们每个主日的侍奉 都是建立着 哥伦的未来 我真的很想强调一件事 就是当你这个主日 或者你每一个主日 在这里侍奉的时候 你不仅是建立着2018年的哥伦基督教会 你们是在建立着10年之后的教会 2028年的教会 你今天在建立着 所以我经常都觉得很honor 因为我可以和一群这样的visionaries 一起来到去同工 说到这里 我想介绍第二个传奇人物 在1976年的时候 这个人只不过是21岁 他和他的朋友 最初帮人砌电脑板 帮着帮着砌个人电脑 砌着砌着砌着 就砌了当时的苹果电脑出来 你看到右下角的苹果电脑 无独有偶这盘生意 都是由家里的车房开始 1977年 Apple正式诞生 然后Steve Jobs 研发了之后 可能你都听过了 你都应该认识了 Macintosh的电脑 他将graphical interface mouse电脑的滑鼠 普及化 2001年Steve Jobs推出了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当时很hit的就是一部iPod 2007年推出了第一部iPhone 2008年 推出了MacBook Air 2009年推出了iPad 今天Apple是世界上第一间市值一兆的上市公司 Tillion Dollar Company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个零 今早早呢 我想带你回到2007年 11年前 当时Steve Jobs在开一个发布会 他要推出一件全新的产品 我先想给你看一下他怎样介绍这一件产品 这一件事 in your career Apple's been very fortunate it's been able to introduce a few of these into the world 1984 we introduced the Macintosh it didn't just change Apple it changed the whole computer industry in 2001 we introduced the first iPod and it didn't just it didn't just change the way we all listen to music it changed the entire music industry well today we're introducing three revolutionary products of this class the first one is a widescreen iPod with touch controls the second is a revolutionary revolutionary mobile phone and the third is a breakthrough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device so three things a widescreen iPod with touch controls a revolutionary mobile phone and a breakthrough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device an iPod a phone and an internet communicator an iPod a phone are you getting it? these are not three separate devices this is one device and we are calling it iPhone today today Apple is going to reinvent the phone and here it is Circumdial and here it is 周知 mm 这一个片段 我们说Visionaries 不只是应付今天的事情 而是我们会前瞻 我们会想象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以是怎样发展 不过Visionaries不是Dreamers 他们不是一帮爱发梦的人 发梦的人都看到很多东西 无时无刻都看到很多机会 很多可能性 问题是Dreamers从来 都不会将他们所看到的东西 付诸实行 有异仗会前瞻的人 不单止看到未来的可能性 他们会绘画路线图 他们会带领人进入将来 因为他们有策略 他们有计谋 Steve Jobs 他不只是看到一个可能性 如果有人能够将一部iPod 将一部电话 将一个互联网通讯器 三合二为一 那就好了 Steve Jobs不只是一个idea 他将一个idea 变成一个设计 一个设计 有了设计之后 Apple就拿去研发一粒chip出来 然后他们会制造一个硬件 然后他们会去写一个iOS出来 对不对 然后他们会去写不同的app出来 对不对 然后他们会搞一个multi-touch interface 他们会砌一架电话出来 然后他们会将软件和硬件夹在一起 然后他们会拿去生产 然后他们会开一个发布会 然后他们会推出去市场那里卖 visionaries不是dreamers 因为他们有蓝图 因为他们有策略 这个只是iPhone而已 还有呢 他们还有MacBook 有iPad 有iPod 有iTunes 有Apple Store 有Apple Play 有Apple TV 有Apple Music Apple Watch 如是者一年又一年 一件产品又一件产品 一个策略又一个策略 公司就是不断地前行 带领他们的顾客进入未来 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对不对 今天当你走进来哥林基督教会的时候 你所见到的一切 很明显不是一朝一夕 就是这样 一开始的时候 广东话的崇拜 其实是在multi-purpose room那里开始 不过随着更多的大兄姐会来到之后 我们那边已经不能够容纳到那么多人 于是我们移私来到大gym这一边 2015年的4月 大概三年之前 我们开始少年的崇拜 然后2017年的7月 去年我们开始了英文的崇拜 然后我们说2019年的7月 明年我们就会开始粤语堂 祖堂的崇拜 你见到那个计划 你见到一幅路线图 同一个道理 2006年当我们开始的时候 儿童市公只有七个小朋友 然后有更多的孩子加入 我们就开更多的班 一班变两班 两班变三班 三班变四班 每年我们都动员更多的弟兄姊妹 公公婆婆也好 爷爷妈妈也好 加入儿童市公那里来到服侍 到了今天 我们开着十一班 我们用着一个小gym 再用着六个的班房 除了孩子 他们会一直长大之外 我们就开始 X的少年团契 相信没多久 可能我们都会开始 大专的团契 御事者一年又一年 一个事工又一个事工 一个策略又一个策略地 我们一直朝着异象 来到去出发 发展成为 今天的歌伦基督教会 不过今早早 我不是想和你怀面过 去讲一些旧事 今早早 我们一起看下一个十年 下一个十年 我们去看 七方面教会发展的策略 第一 歌伦会转化成为 一个跨语言跨族裔的群体 即说五年之后 七年之后 当你星期日 走入教会的时候 你不会只是 再见到黄皮肤黑头发 讲广东话的基督徒 你可能会见到白种人 印度人 菲律宾人 新加坡人 马来西亚人 和中国人 香港人 早上当你和人家打招呼的时候 欢迎人回教会的时候 你不能够再假设对方 一定会听得明白 你讲广东话 不过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们不只是想今天 我们更加想未来 第二 我们会继续投资在儿童事工 因为透过儿童事工 很多的弟兄姊妹 会邀请朋友 他们会邀请他们的轮舍回教会 小朋友会带他们的同学回教会 原来我发觉星期日 小朋友当他们见到 同学在教会的时候 是很开心的 有些我见到他们好像糖痴豆一周见了五天都不够 星期日都一样这么开心 我相信在座当中有很多家庭 你们都是透过Kapos 才回教会 第三 小朋友也不会永远是小朋友 他们会长大的 有些我认识他们的时候 他们还在很小时候 嬰儿奉献的时候 今天他们已经进入中学校了 很快就要进入中学校了 五年之后七年之后 他们会进入大学 他们会进入高学 当他们进入大学的时候 他们就会第一次 他们开始接触到 很多挑战他们信仰的问题 到底这个他们仪时的信仰 是不是其实是一个童话故事 到底这本经常叫他看的底部的圣经 能不能够经得起科学的考验 到底祈祷在现实当中 有没有改变过任何东西 为什么好像上帝听不到我讨告 上教会其实有什么意思 除了我每个星期看到一些很开心见到我的 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之外 有没有实际的用途 很多很多这些挑战到时会一次过出来 不过如果在这些时候 有牧者 有uncle auntie 有哥哥姐姐 跟他们一起走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他们真正再一次认识耶稣 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 第四 我们培育更多的敬拜者 在本地教会当中来到服侍 哥伦音乐学院 今早你听到 是我们一个很长线的投资 今年夏天的时候 我们第一批的同学毕业 他们已经在敬拜队里面 侍奉着 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 很有恩赐的少年人 或者甚至成年人 会来这里接受装备 成为下一代的敬拜者 第五 成为一个慷慨捐献 和服侍社区的人 在这方面 我们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 教目团队正在积极地筹备 因为我们看到 无论在教会当中 或者在这个城市里面 都有很大的需要 关怀软弱的人 关怀有病的人 长者他们的家庭 我们希望动员教会 我们希望动员你们 希望装备你们 去一步一步开展 一个关怀事工 很快我们会有更多 2019年的时候 我们会有更多的详情 跟大家来分享 第六 寻找建立下一代的领导班子 这个都是我自己经常想 并且经常去讨告的事情 还有七年 我就六十岁了 我知道我不会永远带领这间教会 所以我们都很积极地 在寻找 在训练着下一代的传导人 你可能都会看到 我们的策略就是 我们会刻意去请一些 比较年轻一点的传导人 好像Jeremy 好像Cainan 很多他们只不过 在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 甚至现在还在读神学 就来毕业的神学生 我们会栽培他们 然后慢慢加更多的责任给他们 然后进入2019年的时候 我们会继续扩展教育团队 因为过去这么多年 for the longest time 一间五百人的教会 我们只有两个半 三个的传导人 我们会继续扩展教育团队 很快会有消息跟大家来分享 第七 使用一个固定和可靠的场地 来发展事工 从上星期已经和大家介绍过一次 哥伦市工中心发展计划 我们在寻找一个大概八千尺的市工中心 去取代KC和KO 我们的筹款目标是八十万 所有的资料都已经上网了 上了Kpost也可以在那里找到 如果有更新的时候 我们即时会更新网页 我们期待上帝会在2019年 在2019年一月之前 让我们筹到超过八十万样 我们可以开展这个计划 如是者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进程 每一年我们都在进步 我们跟着这个路线图来前行 Visionaries 不是只是看今天事情的状况 我们更加会前瞻 我们会想象今后教会的发展是怎么样 Visionaries也不是dreamers 实际上他们会有一个路线图 怎样来带领教会 怎样来带领回众朝主的议仗来推进 到了今天 哥伦已经不仅仅只有五个家庭的Visionaries 哥伦有几百个Visionaries在 你们愿意为未来摆上 你们愿意为未来牺牲 你们会参加小组 你们星期日会一早起床来服侍 有些会加入两个团队 有些甚至加入三个团队来服侍 你们会step up 当你们见到教会有需要的时候 你们会甘愿成为一个领袖来服侍 你们会忠心地来奉献 我们一起建立一间有依仗具前瞻性的教会 说到这里 我想跟大家介绍 今早上第三个人物 这位人兄近期也可以说得上 是一个风云人物 不过他同样有一个很寒微的出身 当他19岁那年Mark Zuckerberg 朱克伯格在哈佛大学的宿舍里面 推出了一个社交网站 一个社交平台 当年是2004年 那个网站当然就是Facebook 14年之后全世界都认识Facebook 即使你不是一个恒常的用家都好 你都会有一个帐篷 久不久你都会上去查一下 看看最近的朋友 他们最近的动向是如何 我想给你看多一个访问 Locally there may be right right I mean for any given decision that you're going to make there's upside and downside but in aggregate if you are stagnant and you don't make those changes then I think you're guaranteed to fail right and not catch up So to some degree I think it's really right that over time the biggest risk that you can take is to not take any risks 长线来讲 最大的风险 就是你不愿意冒任何的风险 visionaries不是只是前瞻未来 五年 七年 十年之后的可能性 他们不单止会绘画路线图 带人走进这个未来 他们更加愿意去评估 并且冒上必要的风险 教会在2019年会有很多很重要的计划 来去开展 当然有人会问 当然有人会问 那我们不是已经有粤语堂的崇拜 为什么还要开多语堂崇拜呢 像你说的 现在已经有英文堂崇拜 粤语堂崇拜 少年人的崇拜 儿童的崇拜 当我一家大小回来 无论他选择什么都好 他一定会有个崇拜 可以回得到的 那还用什么开多语祖堂呢 现在大家不够工作吗 每个主日 五百五十人 不就是刚刚好 还扩展来做什么呢 是不是 你扩展 你又说要请同工 待会又说要加大个预算 现在还搞什么 哥伦事工中心 要筹多少钱 八十万 八十万 你们是不是傻的 那不要这么浪费 现在这样子就多好 为什么要冒这么多风险呢 大家开开心心上来 坐下游轮就好了 兄姐妹 如果个个都这么安全 如果个个都不想冒险 你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 就不会有今天的哥伦基督教会 我说得对不对 牧者 执事和同工 在2019年 这些计划上 其实已经讨论了很久 我想我们认同三样东西 第一 就是我们不是在看今天 我们在看五年之后 七年之后 十年之后 这间教会会是怎么样 其实有数得计的 五年之后 七年之后 你个儿子 你个女儿 小学毕业 今天读中学生的那些 五年之后 七年之后 他会中学毕业 今天读大学那些 他会出来做事 我们是看着他们 我们现在为他们铺跑道 因为到他们当时 五年七年之后 才铺那些跑道 就会迟的了 你知道上个主日 刚刚上一个主日 有多少个小朋友 上了Kapos 从Toddler 去到Preschool 一直来到小学五年级 一共有一百个小朋友 一百个小朋友 未计Grade 6 到Grade 9 星期日 去了少年崇拜那些 未计Grade 10 以上 一直去到大学 那些少年人 今天我们是为 他们来到铺跑道 第二 我们是有路线图 牧者每年 你都可以预定的了 每年都会跟你解释 一次七加一的策略 并且会告诉你 现在的进度去到哪里 第三 我们认同 这些计划 是有相当风险的 老实说 没有一个计划 是没有风险的 我想问你 大卫走出去打哥利亚 有没有风险 盔甲都不着 你说有没有风险 家主 交五千 二千 一千银子 给那些仆人 你以为家主 有没有风险 你以为那些仆人 有没有风险 最大的风险 就是一间教会 不愿意去承担任何的风险 都有的 就有人埋了钱在地上 安全 你还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 第十三章四十四节 讲的一个比喻 耶稣说天国 好像一个藏在地里的宝贝 是一个宝藏 有人有一天经过 突然发现了 这里有一个宝藏 于是他高高兴兴地离开 他赶到哪里呢 他第一时间赶回 他告诉老婆知道 老婆 我见到一个宝藏 老婆当然不信他 亲自出来走一转 一刮开地下 果然下面有一个宝藏 藏在地下 不过慢着 他见到远处 好像有些乡下人家 在那里走来走去 好像有人在那里住 于是太太就气冲冲回家 他就指着老公说 你坏啊你 魔妻教你什么 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 和你邻舍的土地 你有没有读过的 于是 那人悠悠瘦瘦瘦地入房睡觉 当然不是这样 耶稣说 那人高高兴兴地离去 变卖他的一切 来到买那田地 若是你听不清清楚 我再说一次给你听 让人高高兴兴地离去 变卖他的一切 去买那幅田 他的家人 他的父母 他的朋友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全城的人 他成为了全城的人的笑柄 傻的 疯子 哪有人卖了一幅这么好的黄地 OK 走到城外面 换一块烂地回来 那人高高兴兴地 高高兴兴地 变卖他的一切 去买那幅田 因为他知道 有一个宝藏藏在地下 你知不知道我们是那个人 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是疯子 从第一天起 我们已经是疯子 哪有人会在一间中学 搞教会 没有钱 没有物业 没有会中 没有良出 仔细老婆乱 傻子才会这么做 那也是的 都挺疯狂的 为耶稣疯狂 先期日早上八点钟 就出去那个仓里搬东西 外面下到很大雨 站出去做乘客 天寒地冻 站在门口 每天都进来做 hospitality 早上这么辛苦 搬完一轮 过几钟之后 又收回了 搬回仓 卡帕斯小孩 真的不容易搞 但有人去搞 对啊 我们就是这样 because we are a visionary church 别人见到一间中学 但我们见到 这是一个 为人带来生命改变的机会 人家见到很多挑战 但我们见到机会 别人想着 今天很舒服 但我们仍在迎建 2027年 我们今天仍在迎建 2027年 别人 见到一块 荒凉之地 但我们见到 在列治文 这个市中心 卖了一个宝藏 于是高高兴兴地 变卖一切 去买那福田 我们就是那个人 所以大兄姐妹 牧者今早邀请你 加入我们 假如你已经来了 那一年半载也好 但你仍然未能投入 你仍然在观望着 仿佛你在等待一些东西 但你又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我想请你加入 你成为那个高高兴兴地 变卖一切 去买那福田的人 我要请你加入 你成为那个 收到五千两银子也好 二千两银子也好 一千两银子也好 你立刻拿去投资 赚回五千 赚回二千 赚回一千 过去你都 曾经经历过 周围找一棵大树 很想有一个安乐窝的时候 对吗 但今天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今天我给你一粒种子 每人都收到一粒种子 今早上 你拿着这粒种子 你成为一个 愿意为别人 建安乐的人 第一节目 你有沒有嘗試過嚮往天國 不如試試吧 好嗎 反正都不知道等什麼 不如再走前一步 拿著這顆種子 挖深一點種了它 淋水飄灌照料保護 我們又一起去看看 神如何令到這棵植物成長 我們又一起看看 五年之後、十年之後 神的國在這個城市裡面 會帶來幾大的改變 頂師妹,我請你起立 讓我們用耶穌基督教導門徒祷告的方法 我們同心來祈禱 我們用主土文來祈禱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思探 救我們脫離空鱷 因為國度、權並、榮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阿門 但一支部的才能 就